来啊 拿着相机子赶紧拍啊 这个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两位中年歌手都在这儿 你好你好 赶紧拍 谢谢谢谢 刚才听到你的几位歌迷唱你的歌 你觉得他们唱的怎么样 唱的很好 很好啊 对对对 我刚才后面偷听 我觉得很真实 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给大家说啊 刚才王杰怎么偷听呢 你看那个板上面有这么大小眼 你怎么把我的习惯给偷说出来 他就啪啪看 看大家怎么在唱他的歌 对对对对 其实呢听到这些歌呢 确实实实我们觉得非常的亲切 我想问你这么一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那个忧郁的眼神 迷倒过多少个女孩子 有吗 没有吧 那为什么我都好像 没什么交到女朋友 开个玩笑 那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现场 谢谢 欢迎大家 来 请坐 今天真的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啊 跟王杰在这交流 因为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呢 我就看过一个报道 这个报道上这么说 说这个王杰呢 到香港 香港歌迷说 你是台湾人 嗯 到台湾 台湾歌迷说你是香港歌手 对 那你知不知道 咱们内地的歌迷怎么定位你 我不知道 说白了 嗯 你就是咱家乡人 是的 陕西人嘛 是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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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咱陕西话来讲的话 就是 哎呀 就咱想当嘛 对 对 对 那真正第一次踏上内地的这个土地 那个 那个心情 很难去形容 我才最记得我 我第一个脚步 踏到这个 这个飞机场的那块地的时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拿那个手摸一下那个地下 对 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啊 就是终于终于到了 我终于到了 然后那个感觉就是很很棒 那这次来这个内地呢是做你第五十张专辑的宣传 嗯 你有没有统计过在歌坛上有 有几位歌手出过五十张以上的专辑 没有 现在在中国人歌手 我 就算包括日本人我都最多 那如果要连精选集加上去 如果我讲的是正版的哦 嗯 大概也超过八十张 八十张 八十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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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做了这么多年歌手 你觉得歌手这个职业 如果严格说起来说当了歌手之后 我也发现一个很高兴的现象 就是很多朋友听了我的歌之后 他们不会认为那个主角是王杰 每个人听到王杰的歌 他们都觉得那个歌是我自己 他是他本身自己才是主角 十二岁起 十二岁起 王杰一个人独自留在寄宿学校长大 他渴望着家庭的温暖 也习惯了一个人的流浪生活 我从小到大 我都常常被人家欺负 离婚之后再没来看见 我在那次才很意外的碰到我父亲 他也看不出我是谁 我当然知道他是我父亲 到了孤儿院的那一天 我突然就觉得自己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十四岁就开始写歌了 对 我才应该说十三岁多了 第一首歌叫什么 娃娃在哭了 有人会唱吗 会 会唱啊 曾总 你给我们唱两句 听得懂 娃娃在哭了 是个什么样的歌 娃娃在哭呀 娃娃在哭呀 娃娃不在哭 娃娃这么快 娃娃在哭呀 娃娃不在哭呀 谢谢你 对对 又有勇气 谢谢 娃娃在哭了 为什么哭了 我的妈妈走了 对对对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歌 那我特别想问你 这首歌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 因为那年我只有 在十一岁的时候 就 因为我住在学校里面 所以我在十二岁那天 他们 我爸妈他们就离婚了 就校长就跑来跟我 就跟我讲 就安慰我 其实那时候我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 你知道吗 你不会吧 是真的 为什么会高兴呢 我小时候是被打大的 真的是被我 我最怕一看到我爸爸要脱裤子的时候 不是脱皮带的时候 我爸爸每次要打我的时候 他就有个动作 把衣服要掀起来 准备要这个动作 哇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 开始跪在地下哭了 每次看到这种情报 对就是这种声音 就会吊起来打 我小时候也给我妈常常打 后来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很怕我爸爸 所以那时候 听说他们要离婚 我刚开始不知道 什么叫离婚 就是这样子 事实过了一年多 两年这样过去 就到了十三岁多那一年 因为学校主办了一个孤儿院的晚会 后来在那一天晚上 本来在这个之前 我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因为在这个之前 因为我们学校每个礼拜六都会放假 就是有副家长可以 拿那个吃的东西来给我们 我们的同学 每次都只有我没有 我都是在学校帮忙洗碗 赚工钱 结果后来就是到了孤儿院的那一天 我突然就觉得自己 好像跟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结果后来有一天 我在我学校的教堂后面 我们的后面的风景很漂亮 一望无际的海 就这样子自己拿一张纸跟笔 就这样一路在哼 自己觉得很难过 就拿个吉他就这样 一路弹一路哼 就把那个谱写下来 结果就是这样子 突然间我整个人就变了个性 就开始不说话 老师就开始紧张了 学校的老师就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那么皮 怎么突然间 一下子 对 一下子变成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人的个性就开始改变 好像你